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17日 首先這裡有澳洲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的好,新年快樂,早晨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那好了,167政變已經過了一個半月 大家都很記得當初的167政變一開始 就沒多久,民主黨就說要彈劾阿森 結果搞了一個月,哇,信雷不禁掩耳 最後彈劾不了 雖然說彈劾不了 好,其實益斯外只有七個共和黨的議員 就跟他翻臉了 但是還是失敗 不過其實阿森 現在根據CNN所說 雖然CNN說話大家要打個折扣 阿森私下跟那些人透露 他是很害怕很害怕 就是那幫這樣的侵粉 當天衝了進去辦公大樓 國會大樓 就跟那些警察在那裡搞上了 還死了一個 被人找個滅火筒駁證 而當時彭,現在就說當時彭斯 和特勤局的人 和攜帶核,核,禁制那個 那個箱的人 他是有份,是一起去避難的 而美國司令部,戰略司令部 一看底部的片 一看那條片 什麼這樣搞的 原來當天那幫傢伙 衝過去和阿森私 和他家人的避難處 是不夠三十公斤 三十米 在裡面可以聽到大大聲 我們要吊死阿森 吊死彭斯 而根據現在其他的報道 就是說 副總統是永遠 是永遠都有那個 禁核彈制的副本在那裡 那個裝備 如果總統有什麼事 副總統要上 副總統是有那個copy在那裡 他是有那個設備 如果當天那幫人衝了進去 真是抓到彭斯 然後鬥他 抓了他去國會外面 隨時連那個核的東西都拿了 是隨時待命的 這樣搞法是很可怕的 嗯 所以呢 其實現在 雖然 雖然現在 他說那些暴徒 即使拿到阿森私的那個copy 但是他首先總不在那裡 才可以發動 但是一串東西下去的話 就很嚴重 因為那些傻子一拿到之後 萬一他們就在街上 看看我拿到那個核彈 我拿到核彈 他舉高著那個牌 哇 我想整個美國會恐慌 而阿森所以搞這件事 其實他是很害怕的 現在我就說根據報導 華盛頓特區的法院代理檢察官 阿森 就說他會去調查 到底阿森在1月6號 那個叫做造勢大會上面 所說的話究竟有沒有違法 是不排除因為他教唆那幫暴徒 進去國會 而會起訴阿森 並且強調你一個都走不掉 而同時間阿森親自打電話去喬治亞州 去逼那個州長 那個州務卿和州長 去講話去施壓 於是就令到喬治亞州的檢察卷 就向他進行調查 要準備繼續起訴他 而另外紐約抽檢察卷那裡 當然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不停調查阿森的家族生意 有沒有違規 在借貸上有沒有用卡拉 有沒有跟卡拉的錢有關 各方面是四面法方的調查他 所以其實他 所以現在傳出他是更加害怕的 有167啊 搞這個喬治亞州啊 等等是四方八面給他壓力 當然他現在就不怕 就是當初共和黨用的理由說 為什麼我不彈劾你呢?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喂 你也是前總統 前總統是沒有理由彈劾 但是已經是講了 他是有責任的 那現在的責任就來了 在華盛頓的一層 就是佩洛西 阿西婆 Nancy Berlusi 這個眾議院議長 就星期一 就是前天 宣佈就會建立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去查一下 167 依然事件上面的 詳細經過 和為什麼會發生 這件事呢 就是和 911發生 2001年911發生 事情發生了之後 那種做法 兩黨共識 開一個共同委員 一個調查委員會 然後呢 就會公佈 將來應該是怎樣做 為什麼會發生 遺漏了那些什麼 失去 是有些什麼 的缺口 保安上有什麼缺口 各方各面有什麼缺口 然後聚集在一起 是會在立法程序上 再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 那現在阿西婆就是這樣說的 出了一封信給民主黨的人 他就說 現在 安全始終是第一要務 我們國家的安全 作為我們民主殿堂的 國會大廈的安全 和我們成員的安全 來想的 這樣說 而當時呢 而現在呢 他就委任了一個 一個退了休的中將 叫做 Russell Hornblatt 就去調查一下 這個美國國會 到底是有什麼 缺失 那個保安上 而這個眾議院呢 已經是講到明了 大家都講到明了 他們是說 都會合作做這件事的 那麼呢 而現在 這個叫做 Russell中將呢 就 佩洛西是這樣說的 過去幾個星期 這個將軍 這位中將一直是通過 審查167事件 以及我們 怎樣保證 不會再發生這些事 那麼他一直呢 就是 作出很多 建議的 但是他們現在呢 就決定是要擴大 規模 去到911的規模 那麼所謂911的 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是由 國會 立法召集 在2002年 11月那時候呢 就由 這個 布殊仔 小布殊 就簽署 成為法律 那麼清除了 20個月的調查之後呢 就調查了 整個911 當時發生的 大維的情況 和怎樣預防之後 最後就由 兩黨的專家小組 的報告裏面 出了結論 就是說 美國政府的情報機構 是失落 這樣說 而現在 很多 甚至 有六個 就是很多的共和黨的議員 都認為是需要的 那麼當然呢 就是那七個賭窩 說要彈劾一下 川普的議員 當然是有份的 那麼他們在失敗之後呢 他們也就是彈劾失敗之後呢 已經馬上走出來 是會支持做這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 那麼 那細婆說到很 很冠冕堂皇的話 我們將會永遠感激 各位的警察 在挽救國會 和保護議員方面 他們的勇氣和英勇 和精神 那麼 就是 它的現在這樣調查 絕對是不跟 這個叫彈克阿撻 不過可以藉著這件事 嘔吾到阿撻飛起 都還沒有 這件事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整件事情 算不算是一個華麗清算呢? 因為他現在是出師有名 你剛才說了,如果他拿了彭斯的key 核彈的key真的挺嚴重的 現在算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傷害了彭斯 其實現在也算是,你說清算也好 其實我覺得是出師有名,把他的最極端的筆全部清掉 清清一下,會不會瓜田里下,到了特朗普頭上呢? 其實他可能真的會害怕 因為他始終也是,他自己也有拿過這個key 如果他自己也知道這麼重要的話 如果他那些支持者這麼瘋狂搞彭斯的話 真的拿了那個副本的話 可以大調到你自己做美國總統 你知道那個多重要 其實你全世界的權力就是因為你有那個東西 現在你打算拿你副手的副本去搞? 有沒有搞錯? 沒有啊,所以其實他很有機會 是會被別人用這件事挫他 我覺得 但是挫不挫得成 另外一回事,畢竟他做過美國總統 是,就是我相信的結果是會利用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再不,這件事其實彈劾完之後呢 就會下去的了,沒有人會再提一下特朗普 但是當你是說要做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167這件事會一直繼續順延下去 至少會順延多一年 就剛剛好應該到中期選舉的時候呢 就會逃出來 就是如無以外 到中期選舉的時候就逃出來 那就是可以作為對這個共和黨的攻擊 也是有這個政治意味的 嗯,那又真是挺過癮的 那其實麥康奈爾會不會怕? 因為 somehow來講 其實他鬆了一鬆的 彈劾案的時候 是,但是 怎麼說 對他來說 如果你是屬於他的溫和派的話是沒事的 他的目的其實都是想 他經常都很想和那幫極端的親分切割 是很明顯的 但是問題是 是切割不了的 因為譬如說他那個 中議院那個共和黨大佬 他直接走了去見特朗普 叫特朗普幫忙搞選舉 衰到這樣的 就是那些人是為了選舉的選票 是變了沒有那個所謂民主精神 就贏了就行了 一隻主精神 只有一把口說 他們的心就是這樣想 很明顯 是,所以看到共和黨 就算之前我們覺得 霍利好像很嚴重 其實都是沒事的 是,開頭是 即是開頭是狂轟他 現在就站穩住了 就是因為有一幫這些 極端侵粉 站在他身邊 他們就有刺無恐繼續玩下去 所以如果 利用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後就 不斷狂轟特朗普 一定是說 特朗普和他的手下那幫瘋人 我們這裡有些議員站在他身邊 可以抓住霍利的名字 那他就大了 其實是一個沒有約束 即是可以將這件事繼續炒起 在一個政治上都很獨立的手段 是要抓死你 阿西婆已經說明 他是take this personal 即是你想一下 你這個人 找那個人坐 找那個人坐在我尊貴的椅子那裡 你覺得阿西婆有些少像尋方安身的感覺 是啊 又有洗頭 滋滋整整的 大家記得他十九時候還要上去 他以後真的是縮頭 整頭 是啊 真是一模一樣 都是那類的人 他現在說要take it personal 你現在搞到我的辦公室這樣 不會放過你的 這樣 很明顯 剛才你這樣說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嚴重 因為30米而已 30米而已 即是你真是 這樣看的話 真是這麼大 你知道其實美國最把炮 就是因為有那些這樣的事情 是吧 我現在這樣看 這班極端分子 肯定要清招 另外一台戲呢 就看一下 特朗普會死撐他那班 所謂的極端死忠 還是 側側博不多覺呢 切覺呢 為了自保呢 他一定側側博多 這個我的看法 他會走出來 但是他就說 我們不支持暴力的 這樣說 由他自己一路說下去 到他女婿都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盛傳就說 他當初他拒絕叫些人離開 是啊 是啊 周老頭出了聲他才出聲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呢 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 是沒有人知道是真還是假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 如果是真的 那對他來說是重創的 所以西婆這招是很毒辣的 好 那事態發展我們將來再看 好 多謝大家先 拜拜 好 拜拜